今天要比较的字一样都做月 而且呢跟今天的主题字一样 有快乐的意思在 一起来瞧瞧这个喜悦的月 这个月有高兴跟愉快的意思 例如论语的唯正篇 子下问孝 子曰色难 说的就是要保持和蔼喜悦的身 颜色是不容易的 那和颜月色也是尽孝 尽心的一种方式 还有月也有使人感到愉快的意思 像是月耳赏心月目等等 那当作动词用的时候呢 也有喜欢的意思 像战国册里面有一句话 我们时常听到 是为知己者死 女为月己者容 就是说明了 女生为喜欢自己的对象 而梳妆打扮的美好情绪 接着自圆其说 把时间交给惠文 大家好 我是惠文 哪国的俘虏被抓走了 还当作逝度假 扶不起的阿斗 还真是玩到都不想回家了呢 三国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刘备啊 因为有诸葛亮 关羽 张飞 这群有能力有才干的文臣武将 才能帮助他建立了一片江山 刘备过世之后啊 他的儿子刘缠就继位啦 可是呢 刘备自己大概也知道 这个儿子啊是个熊木 不可刁眼 所以呢 临终前还拜托诸葛亮说 哎呀 我这个儿子啊 就拜托你啦 请你呢 帮助他治理蜀国 不要让他乱搞一通 这刘备啊 想的也没错 因为刘缠啊 还真的是整天吃喝玩的 什么事情都不管 那也幸好有诸葛亮在 等于说呢 所有的事情都丢给诸葛亮去处理 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呢 还好相安五世 等到诸葛亮呢 一去世 换了姜维来辅佐流产 这下不得了啦 果然啊 国力锐减 很怪呢 蜀国就开始走下坡了 那我们也懂得趁虚而入这个道理 魏国呢 发现蜀国好像开始衰弱了 就大举入侵 那蜀国怎么可能挡得住呢 三两下就被清洁溜溜了 这个流产呢 就只想要保命而已 连一点点尝试反抗战斗的想法都没有 非常干脆 就叫人啊 把他上衣给脱了 还把双手给反绑 直接呢 跟魏国投降 自愿呢 去当魏国的俘虏 跟着他一起去的呢 还有一些魏国的臣子 你可能会想象说当俘虏呢 可能就是被言行口打 极尽的灵虐之类的 可是呢 魏国可没有这样对流产 反而啊 还让他过着跟以前一样的生活 吃好 睡好 依然啊 整天过着玩乐的日子 甚至呢 还给他封了一个安乐宫的称号 实在是名副其实 魏国的司马昭看到流产这样 总觉得他实在不构成威胁 可是心里毕竟有点怕怕的 还是会担心这个流产的乖顺是演出来的 背地里可能在计划 哪天来个东山再起 那怎么行呢 于是 司马昭就想了个办法 有天呢 他把流产连同其他一起投降的人找来喝酒 接着啊 边喝酒还请人为流产表演蜀国当地的歌曲舞蹈 其他人看了突然想念其家乡啦 触景伤情 就开始忍不住的掉眼泪了 唯独这个流产好像没神经一样 除了完全不感到悲伤之外 还看得挺开心的呢 司马昭就试探他说 你都不会想念你的故乡吗 这流产连想都不想就回答 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啊 所以呢 我并不想念蜀国 等到曲终人散 流产的臣子呢 就偷偷跟流产说 以后啊 再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一定要假装很难过 很想家乡的样子 这样或许就能够感动司马昭让他放我们回去 还真的被这个臣子啊 料得准准准 果然 过了没多久 司马昭又来问流产这个问题了 这一次啊 流产很配合就开始演戏 边哭啊 边说自己有多想念家乡 可是啊 却半滴眼泪都挤不出来 司马昭一看啊 觉得演得实在太不像了 就直接问他说 这一招是别人教你的吧 流产呢 这就吃惊地说 哎呀 被你发现了 可是 你怎么会知道啊 就司马昭啊 看到他这不得性 就知道流产这个人真的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所以呢 就也不再防着他了 后来呢 衍生出这一句成语 乐不思蜀 拿来形容人啊 沉迷在玩乐里 连家都不想回了 其实呢 保持心情愉快 做什么事情都很开心固然是件好事 可是呢 如果开心到一点忧患意识都没有 那可就糟糕囉 乐吉可是会生悲的 现在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Gino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乐在英文中有哪些用法 而在自成一家他也会和我们分享 两岸用语 千万别错过咯